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GTA5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GTA5最新的无线环境的方法 那么呢,首先你的抢劫目标要是环境 然后方法呢,是满天聘局,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么呢,关于目标卡层环境,还有一些小技巧的话 我视频后面会讲 在这里呢,顺便提一句 这个方法呢,理论上每个平台都是通用的 无论是Export,PSC,还是PC都是通用的 但是呢,每个平台都是有差异的 就比如说有些细节呢 你是不能从这个平台照搬到另外一个平台 好的,那么呢,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呢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就可以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GTA5最新的攻略了 好的,那么呢,咱们直接开始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最终阶段 准备把货送给买家 那么呢,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一个现象 当你抵达买家这个黄色圈圈的警察点的时候 下一针的话,它会出现这个界面 而队长呢,就是要在这个瞬间的断网 你可以看到这个判定的范围很大,对不对 你还没到这个黄圈呢 它就已经判定你到达了检查点 所以说和队友语音沟通呢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这样子 队长呢,先到达检查点 然后提前准备好断网的这个界面 当队友抵达黄圈的瞬间 然后他叫你断啊 你就马上点击断网就好了 断网之后,你不要急着上线 你先回到游戏啊 它会提示一个警告 这个时候你就回到故事模式就好了 回到故事模式之后呢 你就可以重新联网上线了 那么呢,这个时候队友也已经结算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返回警线邀请的战局了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啊 我们又可以再抢一次黄金了 是不是很开心 如果你和你的小伙伴非常熟练的话 就可以做到15分钟一局 每局都能拿到基因挑战 那么呢,一个小时就能玩四局 假如你和朋友是两个人一起组队的话 那么呢,那位朋友就能拿到85%的分红 也就是220万左右 那么呢,一个小时下来就能拿到880万 445入营下就是900万了 那么呢,假如你是三个人组队的话 另外两位朋友呢,每个人基本上一局 都能拿到120万左右 一个小时下来就能拿到480万 445入营下就是500万了 所以说,标题的900万500万 就是怎么来的啦 总的来说呢,队长就是工具人 好的,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这也是无线赌场追踪阶段的方法 那么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赌场的经验小技巧 那么呢,首先呢,给大家解答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我的抢击目标不是环金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你首先呢,在积极铺外面呢,打个电话给莱斯特 取消一下钻石赌场抢劫 然后回到积极铺之后 重开一个赌场抢劫 再重新侦查赌场经库内容一次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玩钻石赌场抢劫的话 你需要把三种模式都做一遍 然后再次做的时候才有机会出环金 然后才可以玩困难难度 如果不是环金的话 那就打电话给莱斯特取消 再重新侦查一次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那就放弃吧 也许抢往这一次 下一次就有人了 那么呢,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由于我们用的是 瞒天聘局这个战术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直达金库 当我们从运筹码的车下来之后呢 就建议走楼梯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下楼梯之后呢 再刷一次门禁卡 这样的话,我们抢完环金回来了之后 就不用刷门禁卡了 直接上楼 那么呢,抢环金的话 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就是你第一车拿一块返回 第二车拿一块返回 当你再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环金啊 多了好多双倍的环金 那么呢,每一个你这样操作的车呢 都有双倍环金的效果 那么呢,最好呢 每一个队友呢 都同步操作 就是同时碰第一车 同时碰第二车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大容错率啊 减少出现意外的机会 当我们抢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上楼梯了 不用刷门禁卡 这就是刚刚说的 当你上楼梯了之后 固定会触发警星 触发警报的 这个时候不用慌张啊 我们先等啊 这个门口的人走过去 回头了之后我们再出去 出去了之后 我们右拐 然后靠着墙边站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刚刚那个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了 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左边的那个人啊 等他经过我这个门口的时候呢 我再出去敲他 敲晕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一起出来 然后等左边那个人回头 啊,回头了之后 我们就会一起去更衣室了 整个流程呢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那么呢 换完衣服之后 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去了 当我们从员工路口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先往右走啊 先潜行把前面那个人给敲掉 在这里还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开地人程的话 跑步速度会快一些 刚刚是因为演示流程 所以说我就没有开地人程了 还是用第三人程来演示 那么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Xbox平台呢 每一次这里都不会出飞机的啊 那么呢 没有飞机怎么办 没有飞机的话 只需要绕的警察局跑半圈就好了 这是昨天研究出的最短路线 沿着这个路线走呢 就可以刷飞机出来了 老方法呢 是这样绕的跑一圈啊 这样比较浪费时间 也就是每次抢劫的时候 都需要绕的警察局跑一跑就有了 幸运的话 你绕一圈回来之后 警星就消除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开去终点的去交货了 那么呢 假如你不想坐直升飞机 想跑下水道走高速的话 也是可以的啊 沿着这条路走下水道啊 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接高速了 走下水道这个方法呢 确实是挺稳的 因为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也不会损失任何一分钱 那么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UP主今天就只介绍这么一些 更多的小技巧呢 大家就多玩一下啊 熟能生巧就掌握了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